美國直男NBA的快艇對老闆史特林 因為遭到爆料嚴重歧視非洲裔的美國人 引起了全美國憤怒 一片掌聲代表NBA球員的工會主席 滿臉笑意顯示種族歧視危機成功化解 這件事件因為快艇老闆私下向女友抱怨 不希望女友帶非洲裔美國人到球場 也不樂見照片在網路上曝光 結果談話遭到爆料引發美國憤怒 新任NBA執行長席佛在短短時間中 決定以最嚴厲的懲罰平息眾怒 這些對快艇對老闆的處分包括 NBA最高罰款250萬美元 大約7540萬台幣 不得出現在快艇的辦公室或設施 不得為快艇做出商業或球員個人決定 同時不得參加NBA比賽練習 以及終身不得參與NBA活動 一萬NBA也將迫使使特林交出球隊經營權 快艇隊得知處分後 在官網上表達力挺NBA的立場 球員以及球迷同樣支持 而這起種族歧視風波也等於是新執行長席佛的上任考試 由於果斷處置 他已經將一場危機成功化為轉機 記者周恆天報導 期待 期待